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学习阳琴已经有25年了 现在就读于约克大学 然后攻读音乐博士学位 好的 谢谢张老师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间 其实阳琴对我来说不是特别熟悉 我可能就是比较熟悉这个古真 但是阳琴我不是特别了解 那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阳琴的一些历史呢 好的 阳琴约有400年的历史 与钢琴同宗 源于波斯 清朝末年流传到中国 最初在广东一带发展 逐渐发展到上海 四川 山东 东北等地 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 目前世界五大洲 均有不同风格的Docimer艺术 分为欧洲的星巴龙 中国的阳琴 西亚 南亚的桑格尔三大阳琴体系 是这样子 那您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阳琴了吗 对 我从五岁开始学习 有学过别的乐器吗 钢琴 钢琴 钢琴和阳琴 对 为什么会选择阳琴呢 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古真 会比较熟悉一些 那你是为什么就选择了阳琴呢 因为我觉得阳琴的声音非常的清脆 优美 然后比钢琴的声音更加的有特点 然后我很喜欢阳琴的音色 所以就选择了学习阳琴 那我想知道阳琴它是个人独奏的 还是说它也是可以在乐团当中和大家一起演奏的呢 阳琴是一个独奏和乐团同时演奏的这么一样一个乐器 那我就比较好奇了 那它在这个民族乐团当中呢 它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一般来说如果合奏的话 阳琴在民乐团中充当指挥家的这么一个作用 它音域宽广 具有融合其他民族乐器音色的作用和特点 那么一直以来也处于民乐界的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是这样子 为什么说它是充当指挥家的 就是都是以它为起因开始的吗 首先比较可以看到的是 阳琴基本上都会在乐团里摆在中间的位置 那么由于我们的演奏方法 就很容易大家可以一起看到我的手势 然后就可以一起进 所以它充当了指挥家的这么一个作用 对这非常有意思 不像就是手风琴啊 钢琴啊这种是在键盘上按的 可能看不清楚 因为你演示的时候 就是有点像指挥家的手里的两根小棍子 对对对 是这样子 是这样 那我就是还想要了解一下 因为没有 其实没有看人演奏过阳琴的 就是想要了解一下阳琴的这个弹奏技巧 有哪些 有哪几大类呢 我们有很多技巧 非常多 三十多种技巧 那么我们有一些常用的 经常会被广泛使用的 比如说 那给我们演奏一下 好 我现在给演奏两种演奏技巧 一个是泛音 然后是轮音 我们要参与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已经不想打扰你了 真的是特别有这个大师风范 我就说希望他一直能弹下去 然后一直在这边听 这个里边其实只有两种 两种 只是两种而已 只是两种 泛音和轮音 泛音和轮音 对 那其实除此之外 你说了还有三十多种 对 然后下一个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还有双声步 这听起来就比较像钢琴的声音 双声步就高音和低音 对 左右手这样的 这个就很像钢琴的 钢琴的声音了 刚刚那个很像古典 对 那是比较古曲一点 然后这个就是比较现代的这种 还有别的吗 感觉就听着就 听听听还想往下听的感觉 我们还有弹轮 弹轮 对 什么是弹轮 就是我甩出去呢 它会出现很多声音 很难想象 几根弦就能演奏出这么多种类的音色 对 它还是技巧上很丰富 所以音色上也会很丰富 那其实我特别想知道 当你把这几种音融合在一首曲子里 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演奏一首 简单的可能不是很长 三分钟左右的一首小曲子呢 可以 好 掌声欢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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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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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中去了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杨琴 是 对 我就想说 真的是从你的演奏当中 我觉得你就是把你所有的感情 都融入到了你的情深当中 特别的投入 对 而且能25年以来 就一直这样喜欢杨琴吗 还是说喜欢钢琴多一点 还是喜欢杨琴多一点 喜欢杨琴多一点 喜欢杨琴多一点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一直在学这个音乐 因为我觉得音色上 它还是有很多特色 特点 在技巧 在表现上 它还是更有表现力一些 那你未来对于杨琴 或者说你对于未来 自己的音乐生涯 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现在做的大部分的研究 都是在做一些音乐上的创作 比如刚才我演奏的作品 就是我自己创作的作品 然后这个作品 是我在上硕士的时候 去创造出来的 是通过即兴演奏的方式 所以不仅仅演奏 还有自己做自作曲 对 对 对 然后那么在 接下来学习的过程中 就是希望可以发展 更多的作品给杨琴 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民运 还是需要有更多的作品 要就是去展现出来 给观众 好 谢谢张老师 那张老师 听说你们还有一个 奖学金制度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奖学金的制度 就是大家可以 去查阅我们的网站 然后网站应该是 在这个屏幕的最下角 就有这个网站的地址 就会有奖学金的制度 它有相关的信息 有poster什么之类的 好的 谢谢张老师 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节目 带来的那么美妙的情音 谢谢你做客 我们节目间 谢谢 也谢谢电针观众朋友们 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 我们下期节目